李翔交保返家之后 一上午没露面 由弟弟直奔一层营造 也就是李翔的公司 替他拿药 有没有特别说要拿什么 他生病的药 他有慢性病 家里完全没有药 他已经两天没吃药了 他现在很难 他都没有跟我讲任何事情 他只是叫我拿药而已 李翔交保回家之后 现在因为担心他潜逃 所以有侦察队的警力在旁边 二四小时全程驻守 而且不止正门 就连周遭以及后门 都有加派人力 院方裁定李翔五十万元交保 限制住居和出海出境 检方已经提出抗告 现今的社会就是 可能法官太多了嘛 不能接受也只能接受啊 其他的一些遗难的家属 可能就是联合这样而已 不满李翔居然连收押都不用 家属很心寒 实际上这回太魯阁后 导致重大死烧 依照刑法第276条 过失至人于死 李翔最重也只有五年 六期同行 过失至死 最重就只有五年 离世方面我们会建议 这些被害人 组成一个一个自救会 然后聘请被害人的律师 先对李翔的财产 进行夹扣押 纵然这个人失望了这笔财产 未来还是可以作为清场的一个标的 一个舒适害命 李翔面临追溯 如何替罹难者家属 讨回公道 全民监督 三选诸区军马脱馆格子纲区 周伟花林台北 综合报告